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大家好 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顾宇 好的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节课 叫五彩斑斓的黑 对的 之前出差去上海 正好拍摄了几张游客照 然后做了这么几张照片 然后发朋友圈以后 大家还比较喜欢 然后也想让我出一个教程 好的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教程 在教程开始之前 我又要废话两句 好的 近段时间有一些 可能看了我的一些教程 模仿了我的模式 以及我的教学风格 然后自己去做教程 这个让我感到很欣慰 说明他能学到东西 同时能传授给别人一些东西 但是他又恶意来诋毁我 假如你既学了别人的东西 又来诋毁别人 这个我称之为 不知道摄影一共拿相机 可能就没拿几次 也没拍多少照片 非要称自己是院长或者校长 那我建议有这些时间 先把自己的照片拍好 我要声明的是 我公众号之前所有的课程都是免费的 可以直接在公众号里面去观看 可以让大家免费的学会你们的一些技巧 虽然做的不是最好 但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小小的帮助 同时我提供了第二种方案 假如你觉得你想更便捷一些 我提供了一些预设 你可以选择性的去购买 或者你觉得还不够便捷 我提供了更方便的一种模式 我做了一个资源库 大家可以在里面下载所有的资源 以及我所有的课程的插件 首先这个不是我的主页 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爱好和兴趣 我有自己的拍摄项目 有自己的工作室 也有自己的团队需要管理 所以说我没有太多时间在网上去跟谁去撕 所以说请那些偷学了别人东西 拿着别人资源库在分享的一些 助理原地爆炸 好不好 好的 前面说了很多废话 耽误了大家一些时间 我们正式的进入教程时间 好的 这是我在上海出差的时候拍摄的一张游客照 为什么叫游客照 因为环球大厦上面是大家都可以上去的 而且这个机位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也是游客的必拍胜敌 所以说这样一张很随派的一张游客照 怎么让它显得更高级一些 可以看到上海的夜晚灯光很漂亮 我们既要保留灯光的一些效果 同时要把暗部的地方尽可能的压黑 用网上一句通俗话说叫黑的五彩斑斓 好的 这张照片我是用索尼的A7M3拍摄的 我之前很多课程就讲过Laytrum的调色 它就跟绘画一样 你先调哪个步骤 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习惯 你可以从上到下顺着去调 也可以从下到上去调 最终出来的效果只要达到你满意的效果都OK 没有固定的规则 因为这样的短教程我尽可能是缩短时间 所以说我讲的比较快 而且很多步骤和为什么这么调给省略了 包括我上节课讲的一些仿射技巧 我也省略了很多步骤 因为很多关于色彩方面的都需要很系统的去学习 不是一两句就能讲通的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调整 首先可以看到我们是镜头校正里面启动配置文件 它可以自动校正你的图像 可以看到我是用了1635F4的一个镜头 然后同时可以变换 我们用水平 它可以对照片进行一个修正 好的 当我们做完这两步以后 就可以回到最上面 从基本的开始调起 好的 首先我们调整曝光 同时降低一点对比度 还是这里是我个人一个习惯把高光降低 同时把阴影提高 白色阶也尽可能的降低 黑色阶适当的提高一点 这样的话可以看到照片有一点灰灰的感觉 就模拟出了HDR的一个效果 同时这里我把色温尽可能提高一点 偏暖色调一点 好 接着是曲线 上几课有人看了以后 他不知道点曲线在哪里 点曲线在这个位置 它正常的是这样的一个曲线状况 我们点击右下角 它会变成点曲线 我们可以添加几个点 高光 中间调 阴影 还暗部和亮部 然后这里我们把暗部尽可能提高一点 让它模拟一点胶片的效果 同时把它的暗部也降低 这样可以看到 黑色的层次就会明显一些 可以看到照片就没有那么灰 同时我们把高光提高 这样的对比就会更强烈一点 好的 来到HSL 这是比较重要的调色环节 但是最终调出什么样的颜色 还是因人而异 我们就打个比方 东方明珠塔 它现在是紫色的一个状态 你可以让它更艳一点 也可以让它偏蓝一点 这根据自己的喜好 和颜色的一个对比 还有蓝色的这种大楼 你可以让它偏紫 也可以让它偏成青色 没有说固定一定是什么颜色好看 你最终要了解的就是你每个滑块 调整完了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 它控制哪一部分 好的 我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思路去调整了 红色提高一些 黄色偏橙色一点 具体的参数不用去做任何的记录 因为刚才前面说到了 主要还是看你个人的一个调色喜好 和你对色彩的一个了解 好 饱和度整体我们都进行降低 明亮度整体也可以降低一些 不要担心我们等会把饱和度适当的再在其他方面提高 这里降低饱和度和明亮度的目的是让整个画面 饱和度没有那么高 看起来没有那么油腻 我们可以关闭整个图层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虽然很艳 颜色的颜色很强 颜色也很丰富 但是略显油腻 我们这是把整个颜色先降低 等会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式把它颜色提起来 好 我们提高分离色调 这里我添加蓝色 可以看到我们添加多了以后是这种 冷色调 我们这里只添加一点 然后音音也是一样 你添加以后可以直接观察出它的一个效果 可以看到你想添加出什么颜色就调什么颜色 看这里我做修改 提高一点锐度 因为我拍摄的时候感光度还比较高 这里我降低一点噪点 好的 镜头校正和变化我们刚才调过了 这里就直接跳过 好 这时候我们就来到了一个校准 校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需要调整它的一个颜色修改的地方 好 首先是红色 因为可视化调整你可以左右移动一下 看一下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时候降低它的红色 同时降低一点点曝光 绿颜色我们左右移动一下 我们这时候提高 整个蓝颜色我们左右移动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移动蓝颜色的时候 整个饱和度就会上来 好的 这个平衡就是平衡左右的一个整体颜色 我们可以左右调整一下 往左边可以看到黑色更黑了 然后青色也会更轻一些 好的 这里我们再回到上面的HSL 再做一个调整 把刚才我们降低的饱和度 适当的再提高一些 好的 我们做了一些简单的微调以后 就达到了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效果 可以看到步骤很简单 只用做一些简单的调整 然后在Lateroom 2019里面 可以看到它的配置文件现在放到了这里 可以看到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配置文件 让颜色更丰富一些 可以进行选择 也可以提升我们画面最终的一个效果 但这里就不使用了 只是告诉大家在什么地方 好 我们看一下圆图 这是我们的圆图 做了一个简单的修改以后 就达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是另外一张圆图 也是在环球大厦上面拍的 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直接把这张 同步到这里面 适当的提高这一点曝光 然后做一个剪裁 好了 可以看一下 放大以后看细节也还不错 整体的感觉也还挺好 大致的调整方向都在这边 假如想达到更好的效果 你都需要细微的去调整 因为每张图片的曝光以及颜色都不一样 都需要根据你画面去进行一些微调 比如说我刚才调整的 我做了一个预设 我都放在这里 可以看到会更黑一些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把整个曝光再提一点 整个看起来也会很舒服 然后把这个预设放在这里 颜色也还挺好 这是我刚才专门针对这张图片进行了一些微调 所以说更符合一些 因为没有哪个预设是万能的 都是每张图片的参数和曝光不一样 出来的效果都不同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节课 香港街头的一些效果 我们的预设放在这里面也成立 只是它颜色看起来没有那么协调 我们适当地调整一点曝光 可以看到颜色也很棒 但是就是东方明珠塔 看到就太黑了 我们这时候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单独的调色 好的 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假如你想更便捷一点 可以在公众号回复72课 获得个预设 然后把你的图片也拿来去练习 然后我们套用预设以后 也可以在里面去进行修改 然后尝试的去修改一下你的照片 符合的风格 假如你觉得预设对你没有任何作用 你只需要看今天的教程就可以了 然后拿着你自己的照片去调 好 你只需要记得深夜摄影教室 所有的案例课程都是免费的 你都可以在公众号 B站或者YouTube上面去直接搜索到深夜摄影教室 假如你觉得这些短教程也还不错 但是想更系统的去学习 可以报名顾语的一个进阶课 同时今天刚推出了一个合成的照梦摄影课 这是我和IRF小组创始人共同制作的一个课程 详细想了解这个课程可以在公众号回复赵梦思 你就会了解这个课程的所有内容 以及知道怎么去报名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不知道你学会了吗 这里是深夜摄影教室 我是顾语 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 深夜摄影教室 每天晚上会在这里为大家共同增长 记得关注我的公众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